7月17日,浙江绍兴发生这样一件让人气愤的事情 一位小女孩被一个光头男子又抱又亲 但旁边女孩的母亲却不为所动 下一秒做出的举动更是让人刷新三观 举止不当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小女孩被一个光头男子按住亲了好几口 即便女孩极其不情愿 但因为自己力气太小 所以多次反抗也没用 期间旁边坐着一位穿黄衣服的女子 看到这一幕之后 只是默默地看着 没过一分钟 这名黄衣服女子做出了一个诧异的举动 走过去男子跟前 把激亲了这男人一口 甚至还捏了捏男子的耳朵 从二人的举动可以看出 二人关系非常亲密 这一幕被正好调监控的店家发现 随后带走了这名犯案男子 并且按照相关规定 已经对他刑拘 而在对男子和黄衣服女子的询问中 还知道一个惊天的秘密 关系不一般 二人被带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的时候 黄衣服女子尹某还嬉皮笑脸 多次询问之后 女子表示当时被猥亵的是他的亲生女儿 但他拒不承认男子对女儿做出的行为 还在为男子狡辩 声称二人是一家人 灰衣服男子孙某是孩子的父亲 这不过是对孩子爱抚而已 甚至还表示当初孩子在和爸爸玩闹 他就没有放在心上 什么样的父亲会对孩子搂抱亲吻 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 办案经验丰富的警方 一时间就察觉出女子说谎 于是继续深挖他和施暴男之间的关系 经过多番的调查发现 男子只不过是他的同事而已 也并不是什么男女朋友关系 多次猥亵 面对多次狡辩的尹某 警方知道这背后 必然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真相 经过走访调查发现 这个小女孩自从2021年8月以来 就被这位光头男子猥亵了三次 期间他的母亲为了获得男子的好感 发展二人的关系 见到这种情况从不阻拦 妄图通过女儿 可以俘获光头男的心 女孩面对这样一个 只为自己不管孩子死活的母亲 还有一个多次骚扰自己的陌生男子 感到无奈又绝望 奈何他年纪比较小 所以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当然在警方发现之后 准备继续研讨这个案件 为了防止小女孩受到二次伤害 警方还会和有关部门一起共同守护 我们相信 法律会害小女孩一个公道 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 当自己遭到非法侵犯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的保护自己 或者求助他人 当然我们也应该表扬 及时报警的店家 如果不是他及时报警 可能小女孩现在还没逃离魔掌 让我们为生活中这些好人点赞